在我高中快要毕业的时候 我发现了一个非常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实 我发现我们老师好像是不检查 寒暑假作业的 当时知道这个事情之后 我一时非常难不接受 因为每年寒暑假的作业都是做完了 这让我一度很痛苦 没被检查不就是白做吗 主流学界的哥本哈根诠释来讲 老师作业的检查状态 处在于一个老师检查和不检查的叠加态当中 而当你做出交作业的行为 这个叠加态的波函数会瞬间 坍缩成一种确定的状态 就是检查或者不检查 而交作业这个行为是如何引起波函数的坍缩的呢 哥本哈根学派没有对此做出进一步的解释 另外一种现在在很多科幻电影里面会见到的诠释呢 就叫做爱福雷特诠释 也就是波世界诠释 当你交作业的时候 此前老师检查与否也是处于一种叠加态 而当你交作业之后 检查与不检查这两种状态会分离了 它们分别处于两种平行世界当中 而我们只会随机选取其中一个世界 可能你这个世界你没做作业飘上去 然后发现老师没有检查 但其实在另外一个批评世界 已经被老师批评了一顿了 但其实在另外一个批评世界